被害學生離家只剩下600公尺 一台紅色的小貨車 行進沒想到同學的同學 就把他推到路中央 孩子受傷 母親心疼 不過最令少年母親最生氣的是 他報警多次碰壁 控訴被吃案 因為報案超過兩個禮拜才成功 過程中三度被警方放格子 案發後5月26號當天 少年母親就已經向原警張成員報案 張成員還信誓旦旦說 因為1號會到醫院做筆錄 不過少年母親始終等不到人 後來3號再度打給原警說 孩子出院了 沒想到原警說自己很忙 7號再來 等到7號少年母親又被放 鴿子還被原警敷衍 他實在受不了 透過朋友向警政署申訴 張成員才主動打給他說可以來了 少年母親終於在13號完成報案 讓他氣得大罵 早知道就跟警政署報案 警方坦誠有疏失 但這名被指控的警察張成員 有29年的警察資歷 沒有重大過失 還有24的技工加獎 同事們說工作態度不差 只是不管理由是什麼 沒有馬上幫少年母親做適當處理 也難怪家屬無法接收 接著新北市綜合報導